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步先检查这个参数 先检查这个参数 先点点MDI 然后点这个参数 看一下 第二个 一就是拉槽读图 零就是车柱读图 肯定要先车柱再拉槽 按零 点输入 把这个读图改成零 它就是车柱读图 然后第二步这个刀柱监局 一会咱再测量一下 还有就是说下面的车刀刺数 车刺数一般像这种小柱都是一次 比如是大柱的话 你可以分三次 点输入 分五次点输入都可以 小柱一般都是一次 确定好三个以后 然后下一步就是 刷量这个外刀后置偏一亮 刷这个书 外刀后置偏一亮 第一步 首先 我们先点亮手轮 一个一个击子 更据的就是一个续理 12 参数还是点亮 先点亮MDN 改参数必须点亮MDN 然后点那个参数 把这个5改成12 收拾还是点输入 然后就好了 然后下一步就开始流出了 点程序 找到这个文件目入 这个红框在哪边 它就是选择哪边的文件 这边是C盘 C就是这个面板 然后U盘就是这个U盘 点这个转换 先放到U盘里面 所以这个文件叫 它住的叫小椎123 然后点输出 选择好以后点输出 它会让你取一个新的文件名 这文件名是5000以内的任何数字 但是不能和这里面的重复 随便选择叫20 取个名字叫20 然后点这个C 点这个C 等一下就复制文件 复制完成以后 我们点亮编辑 点亮这个编辑 然后再点程序 然后再点程序 找到程序目 在这 找到刚才我们这个20 点输入 这个图就出来了 然后一定要点一下设置 看看这个图对不对 下一步就开始对刀就行了 对刀先点亮这个手轮 对刀先点亮这个手轮 没有 说明手上都是些 洗头发的事 哦 对刀 对刀就是对这个木料的对角线 这两把刀 对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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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到位置上 点到位置上以后 按住对刀键 别松开 按两下输入 把这个绝对坐标清零 把绝对坐标清零 然后点这个回安全点 然后点点亮自动 然后点这个 圓入 鞋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